Yo's up 今天要讲的是这个版本最强的射手 生土耳特 没有字役啦 这个就是不管任何的射手 你不管选什么书 选什么凡恩 任何的最强对线的射手 前期强的 都打不过这只生土耳特 没有办法 UMC 所以呢 今天就让我来好好教你们 到底要怎么 玩好这只最强的 这个魔龙部角色 让你从前期对线上 就打出大量的优势 中后期 你再稳定的发挥 输出 基本上就可以稳稳拿下 游戏的胜利了 那基本上这角色的目前也是这个比赛 飞变必选 这个无用自已的 这个比赛都告诉我们生土耳特 做之最强的射手 前面 抢了两等 突然就把兵线之后呢 这个荣翔跟我点我二战直接上去看他护点 那如果这把还是掉个小精灵的 这样点点点点点 点起来就要死了 你们可能会觉得说 对面就是个勇啊 对面就是一个很前期烂的射手啊 但其实呢 我跟你们讲 两等了 对面射手是谁啊 都是一样的 对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你们会看到一下这个伤害 前期靠着我们的被动叠满层数 在我们每一次普攻呢 都会减少我们这个一战的冷却 再搭配上的二技能 挡着对面的一个爆发的输出了 那我们就直接搭配小精灵 你可以看到满血的一个 两等的满血 就直接可以做出一个 弹杀 这这角色在前期就是无解 好不好 就是无解 但其实他前中后期都有点无解 那这边打野过来 看了一下 两个残血 让你们可以看到被动叠起来 这个一技能bill过去 就是这么痛 幸亏过来二技能 瞬移往后 先拉一下 不急 这边队友还在输出啊 看一下 我们这边就不要退 不要卖他 因为这个罗友 我感觉是还可以操作的 所以我这边还在草原等 那对面不知道 这个机会到了 大爵出来把这个亚烈给收了 常会被动出来 蹦蹦 bill 就直接帮助这个罗友给带走 所以我们残血的时候 如果呢 刚才退了 那我们就做不到这个帮助罗友 达成双杀的这个名材名 所以就 OK 回补出来再讲 他回补出来来到线上 可以看到对方是吃了魔龙 所以代表了对面的打野 是在的 那这里看一下 因为他吃完魔龙之后 应该是会去收篮区 那我们四个队友在三番部 所以我们就 猥琐一下 猥琐一下 吃个小野怪 对 吃完之后呢 基本上 那圣图尔特争夺0了 除非打输啦 基本上 哇靠 我差点讲 除非打输 不然基本上不可能会输 然后我差点被 那个勇给抢 靠呀好险好险好险 没关系 但没关系 没关系 那这里把兵线推过去之后呢 利用你的一技能疯狂的 打个poke 这边 星葵过来一挡啊 那个 还未在 那一咬我看了大绝 爆发速出 直接便便带走 对 那我也不知道这个星葵怎么会赶弹过来 这里在帮忙扛个塔 一间打个 有没有看到我这个细节 有没有看到我这个 虽然我这个一技的美中 那你可以看到我 我一直打这个塔 因为我们每一个普攻都是有这个强化的被动 有没有看到 细节细节 一直打塔 叠在 Builder一间 虽然美中 可是呢 我们引起了对方 逼迫他们的位置 最后呢 在极限血量 一技能打中了这个勇 前面4分半 就只打了一个602 非常的舒服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他回不出来 那看到 Sharul打了起来 那我们两个队友的 斯杯对方给击杀掉了 那看到星葵 残血一滴 所以我们呢 一开始就 先进了他们的篮区 来看一下 果然在 大绝一到 就是这么简单 大绝 普攻 那你的 成熟了 就有了 就直接常会被动 一技能 射起来就对了 所以我们要记得 圣图尔特的这个 玩法真的很简单 这只角色 我跟你讲 有手 就行 真的太简单了 你只要一个大绝加一个普攻 长话被动就有了 所以你可以秒按你的一技能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轻松 所以 这只角色 我拜托你们每个人 不管你是不是打魔龙鹿的 都要学会 那烧完星葵之后 蓝也吃到了 烧肉兵再清 整个红区的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吃掉 因为我们的队友在 做是一种东西 所以就 红区的 杰拳是一种东西 所以就 过来中塔也掉了 那在清中兵 是一个钱 我们玩射手怎么样 就是 很简单很简单 你们只需要 记得这几件事情 清兵 收野区 推塔 发育 就是 这么的 简单有那么简单 那这边 雅连跳过来 我大绝一个控 普攻一技能 二技能 挡个免疫 就直接带走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OK来到了7分钟 那这边推完中兵之后 想说红区快出了 想要来收个红区 但是呢我们队友直接杀了进去 那看了一下 我们的罗儿 是直接被雅连一秒了 雅连跳大 先拉一下 大绝 强化兵中叠起来 再搭配刀锋进场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的 这个 经济量已经很够了 不过这波团战呢 快到连我自己 重播也看不清楚 我们看一下 这波团战是怎样 大绝 对 换向普攻 这个二技能其实 开的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好 但是没有想到对面 会直接给 瞬移拉掉 但 如果打得更好一点的话 这个二技能是可以开得更好 对 所以你们要知道了 圣徒尔特的二技能 开的实际是非常重要 只要你开得好了 基本上对面就哪里没责 那像我刚刚那波团 我真的开得不好用他们的声音 所以就 你们自己要 判断好 当对方要打理一个 爆发的 物理伤害的时候 你就提前开 基本上这个是 不管是预判还是 你有 想到都好 二技能就是 身体有的最重要的 剩下的 就是 非常简单的联机 普攻大绝 或是大绝普攻 然后 快速按你的一技能 普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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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攻普攻 一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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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 对没错 那这里 一样 射手我讲了吗 发育经济 收完整个红绪之后 因为我们有肉食红绪 随便收 没差不用你这个打野 那这边 伸个蛋过来 看这个 艾薇有没有想要养 中兵 没有 8分钟凯撒了 其实我这边是想要一个 双吃的 所以我直接拼了一个 注意凯撒 对让队友先跑 回去凯撒那边 那下路炒 下路塔了 我们先来推 推完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红绪 那边是打起来的 艾薇一个咬 咬了可是也死了 那我这边 绕了个红绪过来 但是 OK 这里刀锋其实已经有人飞 所以就直接带走了 这两个人头 然后后续再吃凯撒 凯撒冰道要有高地 可是我们的刀锋呢 哇 已经平时一个浅切肉饰了 杀锋啊 杀锋啊 谁说 其实这边 感觉 要结束了 感觉要结束 然后后来过来 一个大绝就直接带走 亚人 他落地的时候 对艾薇一个咬 所以我们瞬移就还是扣着的 这个 你们记得啊 被动只要有的时候呢 你们就不断的 就算普攻不到英雄 你们就是一直普攻小兵 普攻塔 普攻野怪都可以 就是来刷新你的这个一技能的一个冷却 OK最后是打了一个 11杀 23%的输出 所以之后 我 对没错 圣推尔特 非常简单 也是 这个版本的 罗伦路最强的射手 对现在比赛基本上 也是非 变必选 非 变 集选 对非变必选 对没错 所以呢 希望你们学会 圣推尔特这只射手 谢谢 收看 我们下期 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